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惜施与愿违 她第四条染色体缺一块 所以那个导致的心脏发育不全和她手缺 然后以后还会有别的问题 她们心中有埋怨 我觉得我没能力你干嘛给我 我的天哪我弄不了啊 你怎么这么瞧去我弄不了 我真的宁可她没有出生 她没有来到这个市场 她没有经历过这些 去探望做完手术的女儿 那个时候我跟我老红 自己一看就完全崩溃了 放生大夫 那个感觉已经很多年 没有那样的一种感觉 她们如何面对呢 我们那时候开始 就真的是完全靠信心 我学习到了 尽一个丈夫的责任是什么 尽一个父亲的责任应该是什么 病床上这个可爱的小女婴 叫哈娜 从出生到现在三个月 她几乎没有离开过医院 而妈妈王放也长时间 留在医院陪女儿 她一直都没有出去过 她很多的那些 最近吃母乳才刚吃了 两个多礼拜吧 因为之前吃的那些奶粉里面 是没有 就是不会有抗体的 所以她抵抗力就特别差 哈娜一出生就有各种各样的 健康问题 但是王放从怀孕一直到生产 每个环节都非常小心 整个过程也都很顺利 怀孕期间除了我糖 我血糖有点高 因为可能是遗传 但是我吃得很注意 我本来就不太吃甜 我每天都测啊 都很严格的遵守 一切所有的孕检都很正常 我生产的时候特别顺利 她生下来五方多 而且刚生下来的时候 不知道是医护学院 太手忙脚乱还是怎样 她其实 哈娜的左手 小一根指头 她其实是整个一侧的 那个骨头都小 医生没看出来 虽然哈娜左手有残疾 但是王放和丈夫杨泪 并没有过分犹虑 不过当他们带哈娜 去复诊的时候 医生发现孩子面色偏黄 医生就说你先回医院 去验个血 看看她黄胆的指数有多少 但医生也说 只是一点点黄 也没有说很严重 但是那个时候我发现说 我打腰麻有副作用 它在你的肌柱上加一针 那个地方会有个洞 一般就是自己就恢复了 但是有的人呢 那个洞在肌柱上可能会 licking就是漏骨髓 漏骨髓呢 就会引起头痛 所以只要是立着就会痛 躺下就不痛 然后我的头就剧痛 然后回来之后我就想 好歹看完医生了 可以不出门了 我就接了一个电话 我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 我看到前面有个未接 也是那个号码 然后我接起来 他就说 I'm calling from Ottawa 当时我就有一点紧张 因为最后出院的时候 护士最后抽了两管血 他说是送到沃泰华那边 所有新生儿的先天性疾病的检测 是在那里的一个检测中心做的 他一说他是从沃泰华打来的 我那个时候有 我那个时候紧张了 他在说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说得很清楚 没有说孩子有什么症状 或者有什么状况 但是他有提了一句说 这个孩子黄胆是不是比较严重 然后我们有说这个黄胆好像比较高 就是脸色已经变了 所以他就说那你应该尽快去 去emergency 因为这个电话 杨磊和王芳立刻带海娜回医院 但是当医生打电话去沃泰华 却找不到那位医生 那个耳通医生就负责往沃泰华打电话 那个时候是礼拜二早上 一直打一直打 就说沃泰华没有这样一个医生 就没有这样一个人 而且因为我是礼拜六早上出了院 礼拜一早上刚刚拿到血药 那些检验都是很复杂的 就海娜的case还没有打开 根本就不可能从她那边出现 就是出来任何的结果 然后就找不到这个人 当时我就知道 神让我回去的 不可能有这么瞎的事情 既然神让这个电话打了 而且我们没法知道 这个电话到底是谁打的 或者说为什么打 但是她让我们在一个看似偶然的情况下 发现了这个情况 就一定有她的必然 那这个必然就代表着说 她一定会救这个孩子 医生检查海娜的时候 发现她的心脏肿大 于是决定将海娜转去病同医院 到达之后又要进行一连串的检查 杨磊和王放在漫长的等待中 变得越来越焦虑 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个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做 而且甚至说很多时候 有些仪器它是需要 不能有别人在场 所以你都不能在孩子身边 等到了六点多 麻醉事先来的 就告诉我们说 明天早上八点手术 我一听到手术 然后我就问她是什么名字 这是什么病 她就给我们解释 当时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 终于有人肯把她的状况 能够明白清晰地解释给我们听 因为至此从开始到现在 没有一个医生给我们解释了 她的状况到底是什么 然后就给我们解释说 她是完全性肺静脉畸形引流 她在生长的时候 她的肺的血管 是没有连绕她的左心房 是通过趋了拐弯的地方 连绕了别的地方 然后就回到右心房 所以她的整个供血量 她的供养量是不足的 那个时候听完以后 还是真的是 我的天哪 这么严重 但是就全部的希望 都寄托在手术上面 第二天 心脏手术过程顺利 虽然两夫妇都有心理准备 但是当见到Hannah的那一刻 她们依然忍不住情绪崩溃 手术完了以后 让我们去看她 那个时候我跟我老公 这一看就完全崩溃了 太恐怖了 就是虽然手术成功做完了 一看那个样子 太恐怖了 而且我也给自己了一个 怎么说呢 给自己心里一种预备吧 就是说待会看到孩子的时候 肯定身上插着很多管子啊 然后这种东西 就是因为医生都跟我们讲了 术后他有可能 他的胸腔还是开着的 那是会盖上的 不会让我们看见 然后呢会插什么样的引流管 会插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但是看到之后还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因为真的太惨了 就是所有其他ICU的床的孩子没有像他这样的 然后我们俩一头抓紮进厕所 然后我当时还想说就是忍着 只要平静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因为那个说就甭忍着了 你想哭就哭吧 然后就真的就是说放声大哭 那个感觉已经很多年 很多年没有那样的一种感觉 我从来没见过老公哭成那个样子 就是大哭 但是一方面也是就是感恩吧 就是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 可能现在看起来还是个完整的baby 已经憋过去了 已经传不过去了 之后海娜又经历两次手术 才成功缝合胸腔 但是氧气管一直无法把除 每一次尝试都会令他的健康状况几句下降 当我看到一次次就是 好像有一个盼望他可以往前进了 然后突然又突然这个盼望又没了 那个时候这个过程是很煎熬的 然后是很崩溃的 当时我就我自己心里 我也没有就是跟谁说 但是我自己心里我就在想说 我真的宁可他他没有出声 他没有来到这个市场 他没有经历过这些 就是他需要用呼吸器嘛 就要把管 怎么拔也拔不了 我们就求医生就说 你们速度放慢一点 可能他就不适应 但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适应 他刚到CKs的时候 他们就有用他的soft tissue 测他的DNA 一个月以后才出结果 然后发现说 不是很简单的心脏发育不全 是他第四条染色体缺一块 所以那个导致的心脏发育不全和他手缺 然后以后还会有别的问题 他之后可能语言的迟钝 听力 视力的缓慢的这个缓慢 然后再加上这个肌肉 可能影响他的行走 影响他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需要时间去消化 去理解的 那时候看到Hena的时候 也是全插管 然后可能睡得不太好 然后小小年纪就要插笔管 那时候看到他们一家人 都是睡在小小的病房里面 然后大家塞在一角 那时候还觉得还蛮震撼的 Hena康复的过程非常缓慢 对父母的体力和耐心 都是很大的挑战 从早上七八点 护士接班完了 八点然后医生就开始 一直到下午五六点 那些医生不同科室 排着队的来 我妈跟我婆婆在那 我连翻译的时间都没有 当你真正一天下来 待在医院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其实到底有多忙 因为有可能有时候 会推孩子去做不同的检查 去做这些东西 所以当时有一段时间 其实是 我的表现是让英尼哥很崩溃的 因为比如说我去医院 然后那边有一台电视 然后我就是说孩子没什么事之后 我就在那养着波看电视 然后什么东西 我还是让英尼哥去做 所以那种东西 其实是让他很崩溃的 在那段时间 其实我学习到的 你去尽一个丈夫的责任是什么 你去尽一个父亲的责任 应该是什么 一个男生 他从一个男孩 变成一个男人的时候 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在 生小孩之后 他开始意识到说 他要为这个家庭 做出一个担当 他开始要负起这个责任 有的时候只能去仰望神 因为我们两个都已经快累趴上了 但是还是要有人起来 给孩子喂奶 还是要有人起来给孩子换掉补 还是要有人起来给孩子做这个做那个 我觉得神用这些事情来磨练我 激发我的更多的能力 如果没有这些事情的话 我可能不知道我可以 扮演这样的事情 我可能不知道我还可以做这个 我还可以做那个 很多朋友知道 Hannah的状况之后 就去医院 本想安慰和帮助杨磊一家 但反而得到很大的鼓励 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 去到医院看到Hannah 那么小 那么小小的一个身体 满身插着管子的时候 都会忍不住要哭 然后Indigo她说 我每天都在那里需要安慰他们 是我要来安慰他们 我当时就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 然后我觉得就是在他们身上 看到的这种内心的一种坚强 就是强大 这个我觉得如果不是靠着神 不是对神的信心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父母 可以做得到 最开始我去到医院的时候 然后她有跟我分享说 既然神把她放在我们家 让这个宝宝出入在我们家 就是神看得起 我觉得我可以去承担这样的责任 就只要让神让她活着 我就会好好的去养育她 当然他们有身心上的疲惫 也很需要这个关怀 这其实我们都知道 但是在那种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这种经验 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们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他们就说真的是倚靠神 倚靠神他们就有这种力量 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去 希望是安慰他们 去帮助他们 其实反而是得到他们的这种安慰 对吧 我觉得就是一种非常美好的见证 2015年7月11日 嗨娜终于出院 回到家里 全家人的工作量变得更大 因为嗨娜要经常去复诊 睡觉要用呼吸机 进食需要依靠鼻管 连伤风感冒 都会变成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们要吃一碗汤 你要喝瓜妈妈给你排泡个 出院 出院自己我们家人独立照顾 她也大半年的时间了 我真的是耗得很累 今天去急诊一夜 然后明天调至幼稚一夜 然后后天吐了 晚上吐是最痛苦的 鼻子上面那个便叫 鼻管已经塞了河马 她一吐是到处都是 然后 她还会呛到鼻子里什么的 我们要全部都拆下来 然后换床的那些 全部都给她擦干净 然后弄完之后 再重新把机器带回去 再哄她睡 那个工作量挺大的 而且家人的关系很大的学习 其实我们像我跟我妈 我跟我婆婆 有些时候 包括我跟我老公 我们的口味都不一样了 什么的 然后以前的时候 经常是大家吃饭 各吃各的或者怎样 但是这年没有那么多时间 一个人看着孩子 另外一个人就要把其他东西搞定 那不然 那个人看完了孩子 还没有饭吃 所以就是都是互相迁就 然后互相为对方着想 这样子 我们看过他 我们大门的时候服侍他 因为我们热手 因为我们大门的地方 因为我们看过他 有一点点担心 但是没有很担心 因为毕竟是一个小手术 这一切都在神手里 他的本身身体自然的生长 也在神的手里 所以医治的话也是在于神手里 我们也在神手里 10来店 那你rut 术后到现在 那汉娜 她身体方面的话 她的体重几乎没有长 但是她的精神明显好多了 对,看吗?她现在开门了,为什么呢? 但是我会做到一会儿一会儿 主要是训练儿童的功能 正常的小孩在胃口好的时候 你把东西放在你吃饭的时候 他已经很激动了 他已经去抓去抢去 但是像Haina这样的,她没有这样的意识 什么样的东西都要一点点的去训练她 去训练她用杯子 然后去训练她脚的能力,组绝的能力 正常的孩子到这个时候都已经会走了 Haina还不会爬 所以我们刚才要训练她 那个动作训练她的膝盖 就是强制性地压着她的膝盖 让她知道她两个脚是要承担身体的重量的 虽然Haina在进食方面有进步 但是她的体重增长速度实在太慢 为了帮助她补充营养 杨磊和王芳考虑在Haina的肚子上面插胃管 而这次他们必须自己做决定 当时是有几件事情我们在祷告的 一个是Haina我马上就要回去上班了 在月底 那么如果手术排的时间不是在月底之前 就是在她上班之前的话 其实对我们来说很困难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要请假 而且她刚回去上班就要请假的话 而且要在医院待三四天 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困难的 另外一个就是她的体重的增长 最重要的还是体重的增长 在这段时间如果她体重持续 还有时刻的增长的话 说明她已经不需要借助这样的一个外界帮助 我们刚做完这个决定第二天 医院就打来电话说排上了 然后是11月7号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肯定是远远在我们预计的时间之前 好我们就在做最后一个决定 她就说7.13的时候需要去 因为我去上课 上完课 她会告诉你所有的危险 和所有的需要你之后的这种负担 神也听祷告 就是在那一天 她上完那课以后 一去危险体重掉了 掉了一百多课 所以就没有任何的悬念了 基本上对我们来说 在那个医院 就要陪她三天 我老公真的是很好 因为奶奶不可能在那边陪 因为随时要交流 然后就是我是换地方什么的 我的睡眠不是那么好的 但是她是在哪都能睡的 所以三天都是她自己在那陪 然后我就白天开车带奶奶过去 然后晚上再回来 然后我们两个都觉得 这一天下来挺累的 这好累 然后我就说 咱们之前住了好几个月怎么过的呀 然后就怎么想 想不起来忘了 圣经里面讲说 如果我们看到是神给我们那种 最后永恒的荣耀的话 那现在这种苦难看起来 就是至战至亲的 所以我们就情看她了 就忘了 我每次看到宝宝 她大部分时候都挺开心的 然后我看到她那种状态的时候 我都能体会到神 对她的待定 对她的爱 对她的爱 对我们的 而且我相信说 之前的拯救已经 就是在她那身上的那个 已经过去了 她现在越来越好 但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这个家的生活 如果神要使用我们的话 我们的见证是要持续下去的 当我们夫妻两个 共同经历了这样一段的生活以后 这段的经历 将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烙印 以至于我们在彼此相爱 二人成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去活出基督与教会的这样的一种 关系的折射 当然我们现在也只是在结婚五六年而已 所以日子还很长 未来怎么样 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 但我们相信 如果我们持守在这条路上 按照圣经所教导我们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 继续去走的话 按照这些原则 继续去舍己 为彼此去舍己 为家人去舍己的话 那神就会保守我们 一直到最后 奶奶在上面等你呢 她说话 然后走路这些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 花更多的时间来教导她 把她当作一个正常的小孩 来引导来陪她玩 希望她的这些残疾 都会一点一点的catch out 赶上来 我们也是很感恩的 好 生新年快乐 开了一几年快乐 好棒 好棒 杨磊和王放这对年轻的父母 与宝贝嗨娜一起成长 在一次次的经历当中 她们尝到婚姻中互相扶持的甜蜜 也体会到神全然的带领 所以她们有信心去面对更多新的挑战 多谢大家收看恩雨之声 如果想更多了解这个节目 欢迎打来我们的热线电话 3106-4444 或浏览我们的节目网页 按订阅 每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